当地时间的7号 英国首相特雷沙梅 正式宣布辞去执政的保守党党首职务 但她将继续留任首相 直到新首相产生 特雷沙梅当天没有发表公开声明 或者是举行新闻发布会 特雷沙梅当天正式通知 她所在的执政党保守党 她已辞去党首职务 当天早些时候 英国首相府发言人表示 特雷沙梅将继续担任 保守党代理党首 直至新的党领袖产生 据了解 保守党新党首的选举程序 10号将正式启动 新党首将通过多轮党内选举产生 预计胜出者将在7月22号 开始的一周内产生 新党首将接任首相 并主导英国脱欧进程 根据规定 新首相人选需经女王批准 任期至下次大选 英国舆论认为 下届首相职位的有力竞争者 包括英国前外交大臣 脱欧派领军人物 鲍里斯·约翰逊 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大臣 迈克尔·戈夫 外交大臣 杰里米·亨特等 欧盟脱欧谈判首席代表 巴尼耶7号表示 无论谁出任新的英国首相 都将面临如何解决 脱欧协议中的矛盾焦点 爱尔兰边界问题